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星期日 我過來廣州市西華路近金花街市場 這附近的社區襯虛 平時你看不到街邊擺檔的小販 這裡就是南海中學的門口 中午的時間很多人出來買菜煮飯 所以這邊有很多地攤小販檔 西華路這邊有些似似的 下面的鄉鎮的虛視 有些好像襯虛的感覺 可以直播嗎 綠像而已 不是直播 拍綠像而已 我現在繼續走進來桃園社區 其實這裡很多老廣州都知道 這裡是西華路老城中心的中心 我走進來桃園社區 街上全部都是放地攤的小販 今天星期日 有一種襯虛的感覺 我走進去 因為裡面有兩個市場 這裡屬於金花街 今天算人多了 這條路又擺地攤的又截單車的又買菜的市民 所以迫到水舍不通 一進來這間餅記餃子店 平日沒有排隊 今天是星期日 都排隊了 星期日城館黃恩浩蕩 網開一面 給一些小販 找一些生活費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天星期日生意旺些 所以成本都不理你 現在的榴槤越買越便宜 從29元買到13.8元 這些都是泰國榴槤 估計不知為什麼這段時間 廣州周圍都很多榴槤賣的 整個檔口都擺滿了一箱箱的 不知是不是泰國那邊受疫情影響 沒有什麼遊客去的 所以那些榴槤全部傾銷了過來中國這邊 是不是有一種襯去的感覺 這裡就是廣州市西華路桃園社區 金花街市場周邊的商業街市 這個很少人的 這裏是賣隻的 賣玉米的 這裡也停止很多 城市西華路桃園社區 巡邏車,不過那些城館都走光吃飯了 隻眼開隻眼閉 今天給市民趁熱鬧,給小販 賺點生活費,舖租 這裡的燒肉18元斤,很便宜 不過我買過試過,那些豬腩肉來的 那些豬腩肉是很騷的,我不敢買來吃 我試過上個檔,便宜是便宜 這條窄窄的路,停滿單車,三輪車 兩邊擺滿檔口 平時這種景象是看不到的 之前那幾天,可能是旁邊南海中學 即是做了那個中考市場 所以這裡的市場,由於有領導來這裡檢查工作 所以全部清,清到一乾二淨 中考過了之後 復原舊時候那種熱鬧景象 這些全部都是地攤檔 拍一拍這些薑,7元斤的小黃薑 這些蝦蜜瓜,地攤檔,20元一個 這一檔水果檔,一年360天都放在這裡 如果有城管,它就會將水果放在樓梯上 城管不過來,它就放在佔道經營 這一檔水果 現在的水蜜桃百元斤 香蕉三個半一斤,三元斤 那這些叫做羅江蝦,不知道是不是羅底蝦 那七元兩斤,那就是三個半一斤 幫你賣廣告 不要再錄了,錄了等下城管回來了 啊? 城管知道今天禮拜天啊 你們要賺一點生活費不足 所以它不會出來的 哇,累了 蛤? 蛤? 那這些鞋檔,你看 現在我拍的這裡就是西華路桃源社區 金花市場附近的生活街市 夠熱鬧,今天這裡 平時就看不到這些景象 这里有一条横街,两边都是又买蔬菜,又买肉的 这里的菜几千斤,三元一斤,两个半一斤,豆角三个半一斤,青瓜两个半一斤 这些小贩菜价比较平民化,三个半一斤 这家似不像在趁虚,今天是西华路虚市 这些红萝卜,两元斤又比市场便宜,市场里面两个半一斤,在这里两元一斤 这些猪肉10元斤,很便宜,10元斤花肉 猪肉10元斤很便宜,真是很便宜 猪肉10元,很便宜 这些猪肉10元,三个半一包,都便宜 都便宜 叫做什么市场,右边叫做西华肉菜市场,不是金花市场 我说错了,这里是西华肉菜市场周边的趁虚那种气氛 金花市场是在大坑驼那边的 我现在拍到西华肉菜市场里面,广州人一般习惯中午就会买菜煮饭 特别是现在赚钱那么艰难,生活那么艰难 肉菜市场更加多人买菜煮饭,这个时候就是中午时间 进入肉菜市场里面就要扫行程马 那我走出来这里另外一条街 我拍摄西华市场转过来另一条街 那这边的历史牌又是全部地摊档 现在饭食艰难了 所以居民又想买些便宜的东西 那些小贩又想找一些生活费 帮补一下 所以自发就形成了一个好像趁虚的街市 这边的城管承法就是跟风的 上面下指示,下面就动一动做一做 那如果没有什么领导来这里视察 没有什么大日子 那基本上 每周日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好像街市 其实路周围都停满了城管那些车 但是那些城管可能中午吃饭休息 那你说下午会不会来这里清 不知道 我现在拍摄这些西华肉赛市场的趁虚情况 那其实我现在拍摄这些东西 那些小贩看到我拿着摄录机 周围拍摄 他们以为我是城管 或者是怕我被城管看到 倒了他们的饭碗 就是怕我拍出来被城管看到 就打烂了他们的饭碗 所以有些小贩都不是那么满意我在那里拍这些街市的情况 那但是我问心无愧 他有他做生意 我有我拍视频 大家都是各自找食 这些西瓜是多少钱一斤 三个半一斤 炎城就是外省西瓜 四元十元三斤 四元一斤 这些火龙果十元三个 不便宜不贵 如果在这些地方买 不算很便宜又不算很贵 可以接受到这些价钱 现在是夏天 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所以就要来一斤 广州这些地方 广州这些地方 广州都已经过了浓州水 那开始开启了烤炉的模式 一日一日热 广州这里的热法 可以炸人油出来 热起来,又没有风 有,这里一直都有 貴尾現在賣多少錢斤? 多少錢斤? 20元斤貴尾 剛剛上市的貴尾 20元斤 龍眼16元 遲些荔枝大量上市 現在買20元一斤 這些黃皮 雞心黃皮 這條街平時都是這麼忙的 都是擺滿了小販攤檔的 但是剛才那些馬路 平時見不到人擺檔 今天就例外 黃皮 黃皮幾千斤? 6元斤 6元斤便便宜 看上去便宜 黃皮6元斤便宜 看上去便宜 黃皮6元斤便宜 正式蒸起 買完黃皮繼續走西華肉菜市場旁邊這條街走一走 今天是星期日出來搭配 順便買些菜 黃皮 黃皮4元斤便宜 黃皮6元斤便宜 初生蛋 无花果,几千斤? 现在称不称还不称? 几千斤? 几千斤? 这些煲汤好 是,煲汤生食,浸鸡汤 14米给你,买16米 一路走出去,差不多到西华路口 这边平时没有人摆档 现在小贩出来 找回多少生活费 市民又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这些秋葵 秋葵两个半一斤 三个半一斤 这些秋葵三个半一斤 便宜 市场买5元一斤 西华路又有一栋榴莲 对面又是卖榴莲 最近周围有很多泰国金枕头榴莲 不知道是不是泰国 由于疫情的情况 很少游客 所以现在大量榴莲卖不出 就傾销过来中国 很多 从29元一路卖 卖到这家的十多元一斤 我现在走出来西华路 这里有一个城市广场 这家文记八年传统手工河粉 又买河粉又买糖水 因为旁边就有一个碗仔池 在这里排队 排队 今天我过来西华路西华肉赛市场附近的 横街宅行趁虚 就拍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拜拜